你好 我是美珍 塑料容器是我们日常频繁接触的东西 往往在选购水瓶 水杯盒子的时候 多数人都会倾向塑料材质 不仅价格便宜 也因为它更方便携带和不易摔碎 但你是否发现 大多数塑料容器底部都印有一个三角形回收标志 里面还有一个1到7号的数字 这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是不是意味可以循环再用 三角形的三箭头标志代表着可循环再用的意思 但是塑料容器底部所出现的三角形和1到7号的数字标志 其实并不意味着可以反复使用 而是该总塑料容器可以进行回收再造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在1到7号的数字只有5号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是属于微波炉专用材质 可耐高温100度以上 至于1号虽可耐热到65度 耐冷至零下20度 但在使用10个月后会产生致癌物质 而6号能耐热抗寒却不能放进微波炉 也不能装强酸物质 另外其余的4个号码有些容易产生细菌 有些则遇到高温时容易产生或释放致癌物 在日常生活中 相信有很多人都喜欢把使用过的塑料容器进行循环使用 然而不当循环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 不仅无法保护资源节省成本 反而更容易将塑料内部的有害物质溶出 一旦危害自身或家人的健康 那就得不偿失了 谢谢收看 吴时敏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 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